只要在竹节上包上一层锡纸 来年就会得到一窝损 经常接触竹子的人不难发现 竹子的竹接触 经常会长出类似根系的分支 这种另类的分支 会逐渐长出根系 非常适合用于繁殖新竹 能爬树的不算能人 会爬竹子的绝对是高手 一旦发现竹子的顶端 有适合的竹子 农夫们就会化身竹海飞人 爬到母竹的顶端 挑选并锯掉母竹的分支 顶端最嫩的新分支活力更强 更利于接下来的培育 随后农夫就会将竹节带到河边 在河边淤泥中 有着富含多种植物的腐质质 不用给竹子涂抹上生根粉 就能达到生根的目的 农夫会将分支泡在水中 12小时以上 接下来农夫就会将分支 带到适合种竹子的地方 刨开优质的黑土 将分支埋入土壤中 并覆盖好 种植竹子的土壤 一般都会疏松透气 利于新竹涨下根系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 农夫就会在这片竹林里 挖到新鲜的竹笋 不过随着技术的发展 农夫们就会发现 往竹节处涂上一层泥巴 不用重复上述操作 就能达到种植竹子的目的 农夫会将少部分营养土 放在桶里 并在其中加一点水 随后这些稀泥就会被捏成一团 然后农夫就会将泥 放入保鲜膜中包好 再然后农夫就会将泥 带到竹林 在较为突出的竹枝上 涂上一些生根粉 接下来这些泥巴 就会被绑在分支上 并在上面附上一层锡纸 锡纸能遮住大部分的光线 对竹子根系的生长 十分的有利 在接下来就可以等待 竹子周围发育出竹笋了 在清明前的竹笋 通常十分的诱人 明明挖竹笋靠锄头 这两个年轻人却可以直接拔 长出地面的竹笋太老 真的是谣传吗 挖竹笋是普通人 清明节前后必备的娱乐项目 这名农户带着两只奶狗 来到山区开始采竹笋 这片山区的毛竹都很大 挖竹笋最头疼的一点 就是运输的问题 农户将竹笋挖出来 并在现场开始对竹笋进行包皮 一斤竹笋半斤皮 农户用圆月弯刀 随手一挥都看不到竹笋的肉 不过在美女农户的不断坚持下 不到一会儿就收集到了一整框的竹笋肉 勤劳的农户会将挖到的竹笋 带到市面上去收卖 由于价格低廉 来往的顾客通常会络绎不绝 而露出地面的竹笋 则不需要这么麻烦 不用锄头就可以将它们带走 这两个年轻人将竹笋带到住处后 会用切刀将竹笋分成小片 从力度上来看 这种竹笋的根部确实很老 不过小伙会给这些竹笋多来几刀 将它们切成小钉 降低咀嚼难度 所以露出地面的竹笋确实稍硬 但也是可以克服的 竹久一点也能降低咀嚼的难度 作为大型的竹笋种植员 通常会将挖来的竹笋整个的倒在传送带上 自动化的去皮肌 对付这些较嫩的竹笋很省事 经过传送带就能将皮去掉 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工资 不过工人也不能闲着 机器没去干净的皮 工人会用刮刀将其精修一遍 随后这些竹笋经过煮制 腌制等环节就可以做成小仙女爱吃的 竹笋干或者酸竹笋 而在种植园中没被收掉的竹笋 随后就会发育成一颗竹子 发挥更大的价值 奥德彪都不曾经历的痛 被这些人经历了 这些竹笋里的工人 每天都要将河边的竹子 运送至收获点 由于走一趟实属不易 大部分工人会选择一次性背上两根竹子 为了能多赚点 有些工人可以一次性背上五根竹子 奈何今天天气实在不给力 工人在前进时遭遇了大雨 他们需要蹚过一条大河 才能将货送到货主手上 然而汤过河后的路面并不平坦 工人需要爬几次坡 才能安全抵达 经过长期的磨练 工人的肩上都会长满老茧 身上单薄的衣服更是很难完整 干这种活得没有年龄之分 这名四十多岁的老者 就是今天的主角 爬竹子对他来说 就是小菜一碟 多年的经验会告诉他 在哪根竹子上落脚最安全 与年轻人不同的是 老者有一头牛 能帮他节省不少的力气 在运输货物时 他能用自制的竹筏 将竹子很快地运输到下游 操作这种竹筏很危险 有着多年经验的老者 会让竹筏直接冲撞岩石 稳稳地将竹筏停住 来到送货点 所有人的待遇都一样 老者和大家一样 从货主手里 接到了几张钞票 这些纸张趋值可数 货主也只是二道贩子 要让这些竹子价格翻番 这些竹子随后就会被运送到工厂 工厂很专业 来到这里的第一步 就是添加药剂 药剂能让竹子保存得更久 随后工人就会将竹子分成片状 这种机器会非常固定地 将竹子十等分 分出来的竹片都会非常的完整 接下来这些竹片 就会被推入蒸箱中 蒸箱能杀灭表面的细菌和虫子 防止腐化 经过蒸煮的竹片 会由工人用自动化机器 分割成较为方正的片状 随后他们就会被加工成一块块竹板 接下来这些竹板 就能加工成各种家具 或者菜板 包括那些竹勺也是压制成的 真正手工的很少 种植一片竹林 子孙后代都不愁有竹子用 俗话说 居不可无竹 食不可无损 竹子在中国人心中 精神价值和食用价值都很高 都不愁有竹子用价值和食用价值和食用价值都很高